我不清楚耶 谢谢 被问到民调内容 经纪部长郭志辉没多回应 嘴上虽然低调 但在新格成员中 他的满意度一枝独秀 近新闻最新民调显示 哪一位阁员表现最满意 郭志辉6.3% 占居第一 国防部长顾立雄 5.9% 第二 内政部长刘士芳 外交部长林佳龙 以1.4% 1.2% NG34名 但有超过八成民众未表态 显示对阁员熟悉度相当有限 大家还是对他有信心 来到这些部会 反而没有办法展现出 他们过去在业界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期 他们是完全没有蜜月期 直接接轨 那当然大家对于他们 来自于产业界 会有相对大的期待 赖总统上任没有蜜月期 就职满月这天 他和副总统萧美琴 召开记者会 宣示重大政策 力拼人民有改 反映在民调上 48.5%的民众满意 32.1%不满意 19.5%未表态 至于内阁团队满意度 有47.9%满意 不满意度占31% 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交 低不累 团结合作 要想民众给予高评价 势必得拿出好表现 继续问中部导 突然结合 特别的 继续问中部导